大家好,歡迎回到歐洲回顧特殊 來到英國第五天,話說楊少編終於與其他朋友會合 不過在朋友未到之前,背囊就先宣告陣亡 不知是自己斷開還是被人割開 幸好沒有不見任何東西 但只用了三個月就失去了一個戰友 不過不要緊,The trip must go on 朋友也沒那麼早到,再到處逛逛 首先楊少編就去了附近的恆生頓公園神魂 地方超級大,而且人不算很多 明明今天的天氣可惡的特別好 有太陽得來,也很清涼,不會覺得好冷 就算已經是接近正午,幾乎都沒有什麼人,都頗有限 當然楊少編就不是不喜歡 只是想到如果前一天去Cosworth的時候 都是一樣陽光普照,萬里無魂你說多好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買票參觀這裡的恆生頓公 它是歷代英國皇室成員的住所 除了維都里亞女皇,大安娜皇妃等等的皇室成員 也曾經在這裡住過 裡面擺放了自17世紀以來留下的皇室藏品 也有大安娜皇妃的服飾等等賞品 而室外的神末花園和遙嵐報道更是皇妃最喜歡的地點 在恆生頓度過了遊行的上午 楊少編穿過公園,再一次坐上雙層巴士 來到Baker Street,貝克街附近 這裡有兩個非常著名的景點 分別是倫敦道沙夫人立像館和福爾摩斯紀念館 前面那個楊少編就偏好看真人多些 就skip了先 後面那個就只似一格,應該就去參觀一下 不過你看,排隊的人有多少 進去的時候可能已經天黑了 楊少編時間不多,拍一拍門就當去了 這個又不進去,那個又不進去 究竟來這裡做甚麼? 當然是參觀免費的景點 就是在旁邊的攝政公園 公園就最好 地方大風景漂亮,還有一毫子都不細小 也不用跟人逼 終於怎樣逛逛多久都可以 最適合打卡都可以打整個下午的楊少編 可能因為太陽開始篩斜 陽光比起垢生頓的時候更加金黃 拍出來的照片的色調更加有感覺 完全不會因為冬天就會有一種很荒冷的感覺 果然真是光線決定一切 另外這裡也有一個日式庭園 不過個人覺得好美拍那個比較美一點 而且還有小動物,感覺更加貼近自然 在跟朋友回合前的最後一站 楊小編就來到Harrows,哈洛德百貨 你可能會問,難道楊小編省省省省省 就是為了在這裡血洗名店? 當然就不是啦,只是想打快一下時間 不過以外這樣進來Window Shopping 也有點驚喜 就是他有幾層的設計用了古埃及風 不會因為全部都是名店 就有一尾行那種奢華、高貴的風格 難怪還以為去了主題樂園玩道墓者羅拉 然後走回星連旅社拿行李的路上 楊小編就經過了自然市博物館 在這裡有一個冬天限定的景點 就是溜冰場 如果喜歡溜冰的朋友 就記得不要錯過 因為這裡的氣氛真是不錯的 拿完行李之後 今次真的終於跟朋友們會合了 也不用繼續住在星連旅社 接下來幾天的住宿 就會是一間連廚房的apartment 裡面有一房一廳一浴室 兩張雙人床 還有洗衣機、洗碗碟機提供 附近的環境亦都很優靜 住落都蠻舒服的 還有整個入住到退房的過程 都是自在形式 非常有彈性和方便 多聞楊小編和朋友們 就去了唐人街那裡吃晚飯 貴就沒辦法 但至少真的可以吃到少少家鄉味 還可以喝到紅豆冰 還有在這裡 你是完全不會感覺到聖誕的氣氛 反而還好像新年一樣 一省省的大紅燈掛在這裡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華金輝就講到平安日了 所以下一集就會講下 史城的倫敦聖誕節 到底可以怎樣生存下來 千萬不要錯過了 我們下條片再見 2017年 頃回來 我們下條片 永遠 幾次 九次 五次